夏天晚上炎热难熬,古代皇上是怎么避暑的,现代土豪看了会羡慕死。 中国大部分地区到了夏季都非常炎热,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史上最热的夏天初,现于干农八年吉公元1743年,根据历史中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上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 有关干农八年吉端炎热记录在所舍得的史智上都记录着。 虽然皇上是天下之主,但是热起来就算你是皇上也逃不了不过皇上的权威,至高无上可以用天下的智慧和资源来帮助自己避暑。 当然皇权也还是有大有,小有自由有束缚的时代不同,也会导致皇权的真实权力不同一般一个王朝。 初创时期皇权最为强大随着时代变先全臣兴起皇权也遭遇到了挑战。 不过解决避暑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的古代,没有现在的电风扇、空调、雪高夏天晚上非常炎热难熬不过皇上, 还是有自己的方法避暑这些避暑方法让现在的土豪们看了都会羡慕死。 那么古代皇上是怎么避暑的呢? 主要有下面几种方法一,让宫女摇菩扇如果要让人凉爽,最简单的就是有凉风吹来古代的皇帝身边的宫女会手持两把巨大菩扇,在后边轻轻摇曳。 这其实也是为了制造凉风降温,而且宫女们手法娴熟,能够把空风力就算在炎热的夏季,晚上也有漂亮的宫女给皇上善善的不仅凉快,而且心情也很舒畅。 二,用冰桶降温在古代皇上,会安排人采集冰块,然后把台好的冰马上送冰窖储藏,把冰马在冰窖之后再用土把冰窖门埋上关得特别严密,就像一个超级大冰箱。 这个超级大冰箱的门要关闭五个月左右,才重新开门到了夏季晚上热的时候,就可以把冰块取出来,放进冰桶里桶盖上,是有透气孔因此排出的冷气还能起到空调的作用可以避暑三。 用巧妙的建筑设计避暑,在明朝,以后很多皇宫里的建筑规制都是,岩部无举飞船,三无举柱高一张平出岩三尺再加拽架。 这种简单的建筑法式,里面却有大奥妙那时人们已经善于运用冬夏季日影的角度来设计出岩的角度皇宫里的房子,有了这个角度的无严就能够在下之前,后无严遮阳由于避免了阳光的直接照射。 到了晚上,也有老式无严的房子,有避暑效果四,设计,空调房,在很多朝代里避暑已成为皇家宫廷,高官显贵夏季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